那他世界上说的应该皮皮 应该是指这个HCC吧 果弹攻击配合控制 这有点看不懂 上方选手没选择回血 是选择了给自身套了个镜子 单转对方属相 一般擅长在111当中使用单转的 那一般都是这个111的这个老将 4400 非常漂亮非常给力 这个先控 然后在这个背水一击 直接把那个打死 多段攻击 那么这一回合的话 这个好大头鱼选手的话 放出他的第三只宠物了 大头鱼选手好像你没有水宠啊 你不放个水宠吗 不不放了也没用啊 对方这个擅长单转 放了也没用 哦 这这这这 又把你给转了啊 这个地属镜又给你转成了火属相 然后这个就被这个水屠镜完克 关键是这个人物还被控了 那么下面下方写着大头鱼选手 这块人物被控 很尴尬 很尴尬 又单转 一点血 又被控 哇塞 这这这这 用落马了吧 应该是要用落马了 这个一般情况下来 非常擅长1v1的选手啊 会用这一套啊 先把你实话 然后呢 用落马 好 已经落马状态 只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他的这个 哦 果然 这回我看到了 已经落马了 那么这块是落马形态啊 落马形态的话 这个啊 你你你不用这个被水打吗 你用这个控制计算打 打不出伤害的啊 这实话的话 这个呃 他的防御率很高 哦 那这下没中 对方要先换丑 哦 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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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有点 有点 有点凶的 一千多血 哦 直接打死 非常漂亮 这个HCC啊 真看不出来啊 太给力了 这个绝对套路非常深啊 那么这个 这样一来的话 HCC选手呢 但是问题在于 HCC选手 现在的这个分数有点低啊 他现在是拿了三分 他如果能再战胜 无畏的牛奶选手的话 他就能拿前三啊 他如果打不赢 无畏的牛奶的话 这个 他就拿不了前三 关键是这个 无畏的牛奶这位选手 他也没在排好宝上 这两位选手 真是难兄难替啊 你俩都不在排好板上 然后的话 这个都还得打一对手啊 你想闹都不行 这可就是 这无畏的牛奶奶 也是一位老牌战将了 那么咱们看 这两位选手的 这个精彩 这个博弈吧 这也是咱们 今天的这个乱舞PK啊 海雪山里面的 这个最后一场战斗 鱼村建筑内的话 出现了终极BOSS 这个是 这个世界上提示呢 这个是怪物工程啊 每天晚上呢 这个 九点到十点 随机当 会这个 刷这个怪物工程 然后呢 这个 好了 咱们先开打了 两位选手的话 这个出生宠物啊 全部都是金爆 战术一致 看起来 上方呢 这个金爆叫做皮卡丘 十万福特 哎呀我气啊 下方呢 这个金爆呢 这个叫做不败王者 双方护控了对方一波来 哇塞 这是高手过招啊 这完全一致 套路一致 但是上 这会就有点不一致了 这个上方的这个 由于给自己套了个镜子 导致他的禁忌失败了 那么这回合的话 你为的牛奶应该是 占据一波上分 看这回合他怎么打了 给自身的宠物套镜子 直接打宠物 一天五 啊 直接导致上方的这个禁忌 没能放出来 上方禁忌放不出来了 由于这个禁忌技能 他比较特殊啊 必须要你的宠物的血很多啊 才能够放出禁忌技能 否则这个血少了以后啊 就放不出禁忌技能了 好 这个终于这个收花状态 也自然解除了啊 然后呢 这回合是空掉了下方的 这个微的牛奶 进去解除 这回合应该是打宠物 哦 还是空两物 没空上 单转让对方宠物 好 给自身的话 哪写了啊 这就比那个谢南南同学啊 他这个文童多了 我都看谢南南同学这个PP啊 这越看越着急 越看越着急 他都不给自己奶口血啥的呢 急死我了呢 啊 放了风鼠酱 啊 这个护撞了一波 一个空的能 一个空的宠 回头 两个空的呼吸 搅拌一下 嘴锅的话喝喝水 好了 主播喝来了 那么这会儿的话 上方人物的话是双双被控 那么这会儿的话 是人物宠物一块被控 宠物被击杀 其实上方选手 他已经略占一点小优势了 毕竟他已经逼了对方的话 换了宠物了 好把金包救起来 哇塞 石化状态 这就有点尴尬了 你用这个进化 用的有点尴尬 你还不如给自己的宠物来写 哎呀 哎呀 这是直接被击飞 这这这 其实刚才奶血也不行 你就干脆换一只满血桶物出来 这只桶物的话就当他是残血的 好 那么是个双方现在都换了桶物 都换了人龙 一只的话是水影人龙 一只的话是 这个 呃 三 二地雷龙 单转 啊 没看错吧 哦 这套路神 这套路神 知道你要找我宠宠的属性啊 我先给自己转了 然后果然你转了一下 但是这回合的话 这个自身被控了 这没法再转过来了 那么好在的话 这个又把对方的宠物给控掉了 这敏捷更顺对方一筹啊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 哎 这波的话 这个不亏了 好 放了分属性 干脆你不是找我吗 我直接放分 那让你吃不到属性 好 这回的话是多当攻 不是多当攻击 是爪子的攻击啊 400多 PV当中啊 能用爪子 还是比较主流的一个打法啊 那么也有一种打法的话 是用双肩枪的啊 双肩枪的话 我记得之前的话 有位妹子啊 用双肩枪的话 用的炉火纯青啊 直接打在镜子上了 随属性 一个给宠物放了精灵 一个给人物放了精灵 那么下方人物的话果断选择打宠 那么这会上方呢 你这个再控人物 我感觉有点凶险啊 哇塞 这是给 泡了双臣的这个精灵 哇塞 你直接撞上去了呀 这我也是醉了 这我都记着 你这个对方宠物身上 有精灵的 你直接撞上去 我也是醉了 这 这 这俩来有的一拼 不过 不过你撞人物 跟撞宠物不一样 你撞人物是为了 这个控掉你 撞宠物的为了是杀你 这会儿的话 这个下方选手啊 这个 腐败王者 这个虫上面 应该很可能还有这个 还有精灵啊 他因为之前的话 连续放了两个精灵 一个应该是守护 一个应该是镜子 两个精灵呢 是可以一块 夹在上面的 哦 没精灵了 没精灵 看来已经破完了 看主播傻了 哦 2900 那么这会儿的话是 这个直接击杀了对手啊 那么现在下方先生的话 是放了一个水属相 但是你现在宠物已经被杀 他怎么办了 风属相 哦 没放出宠物来 这个 这就尴尬了 那 好好 放了白虎 白虎 我记得是当年2.5里面的话 这个 呃 PK大赛才能获得成功 哎呀 我小时候的话 这个 每当我看到白虎 我就想起来 我小时候呢 我小时候最想要的 宠物之一啊 就是这个白虎 呃 当年的话 据说白虎啊 这个 成长据说是 听说是不高啊 但是就冲动 他的这个外观啊 那个细有度和这个样子啊 我还是非常喜欢白虎 呃 还有关键一点就是 据说啊 据说 没可靠依据啊 据说这个白虎 虽然成长不高 但是 他的命中和闪避特别的高 呃 但只是据说 那 实际情况 呃 没有可靠依据 没有测试过 呃 双鼠枪 啊 多弹攻击 哦 白虎被睡眠了 刚才那个是睡眠威和 哇 这个套路神 这个套路神 又被击杀了 如果再动 睡眠威和的话 你复活起来 又是睡眠状态 不知道这个 有没有中啊 但是这个 很很危险啊 那么这好下方 选手的话 是显然 是有点实力了 世界上 这是什么宠物啊 暗金飞豹 你发出来 我这好关键 他会看不到啊 那么下方选手的话 他是放了这个青龙 左青龙 右白虎 哇 这个是 这个人物很厉害呀 先把你镜子破掉 青龙的敏捷还是比较高的 先出手呢 挨了一下攻击 这2200 好在青龙的话 这个看着这个身材啊 够壮实 啊 关键是你挨不住第二下攻击了 这怎么办呢 这有没有闪避啊 哎呀 哎呀 我去呀 这这这 直接被击飞了 那么这会儿的话 这个完了 下方选手好像没踪了 还有没踪 我记得好像是没踪了 我算算 一只 两只 三只 四只 真没踪了 这下完蛋了 这下写菜了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而且还被连着空啊 哦 还真被连着空啊 你想 咱们想看看 他到底有没有机会 放出宠物来 那到底还有没有宠物 哦 这把没被空 还能不能放宠 有宠的话肯定放了 没宠的话 可能就逃跑了 那么这回合的话 好像是没宠了 好吧 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我们要提前恭喜 这位HCC选手了 获得了第三名啊 为什么是第三名呢 因为他这个前面的时候 轮空的太多 EV当中呢 这个轮空啊 他不加分的 其次嘛 这个 虽然他能只能获得一个第三名啊 但他也有好处 他能除了能获得一个第三名以外 还能获得一个优胜奖啊 也就是他能获得两个奖品啊 一个是第三名 一个是优胜奖啊 第二名 他拿了第二名啊 因为这个可能是场内啊 刚才这个第三名和第二名 他的都是三分 然后他直接拿成了四分 就超过了这个第三名啊 直接和第二名 直接变成第二名了 我们看一下排名情况 啊 哦 刚才的那个卡卡选手啊 那位这个荧光虎的这位选手啊 他也是拿到名次的 那第三名呢 恭喜 那么今天呢 就恭喜这个大头选手 HCC 以及这个卡卡三分选手啊 恭喜你们拿到了陆维门票 虽然这个还没有公布结果 但实际上 只剩下一个人了 肯定就是他了 来 那咱们现在去看看 还有刚才的话 这个工程战 不知道还有没有的看呢 工程战应该是没得看了 咱们这会儿的话 这个 哦 这边就有一把5v5 来看一把5v5吧 下面的话是5战队 上面的话是17战队 这话已经公布排名了 排名跟我说的这个完全一致 我们可以看一下呢 他们这个 这个第三名的话 是拿了239的这个积分 以及PK之印一个 那么HCC的话 第二名的话 是拿了300多的这个积分 以及这个PK之印一个 还拿到了一个宠物包 这个暗金飞豹 我想看 我想来看一下吧 哇 这个飞豹的话 属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不错的属性 来 咱们继续看 这两位选手的火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